人未踩死,鸟未食亡,动物也是一个贪吃的主 甚至一家齐心协力捕获的一头野牛 正高高兴兴的享受美食 只料一头任性的小狮子 不知从哪儿先来的猎狗的桃钢树 竟走起了后门 结果被临死前的野牛一招反杀 一旁的母狮看到这一幕不知如何是好 享受美食本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 结局却让母狮痛失爱死 不少网友表示死的可真窩呢 狮子作为草业上的王者 有着绝对的力量和实力 虽如此但也不是每次都能捕食成功 在单打独独的情况下 还经常被水牛反杀 等有些狮子让自己有些实力 如意间就丢到了性命